鐵爪一抓一千五百萬超炮成了廢鐵 車門直接折斷 車燈敲碎 車殼硬生靶架 林保堅尼成了一顆塊碎片 他決定他還是按照規定走 他要銷毀 對 他執意 他認為 那我說實在的 這國家真的是比土北國家都不如 他是超跑代理人 自稱林姓基石的好朋友 一早從台北趕到台中 希望刀下流車 停著的就是這紙公文 這個法規不公的部分 然後救濟程序在走的當中 你執意要去執行 原本要銷毀的超跑 突然出現一線生計 因為他說他們正在向行政院提起宿願 但關鍵時刻劇情急轉直下 大牛的車輛是確定要執行銷毀的嗎 對 我們還是對我們內部討論 還是要確定執行銷毀的 好 那我們就開始做後續的 那個銷毀的作業了 是蠻難過的啦 因為畢竟我也是熱心為車友去幫這個忙 然後沒能為他在這一刻留下他的愛車 車主委託人臉色瞬間鐵青 奔了一百三十公里 卻擋不住台北市交通裁決所 一具依法行政 一千五百萬超跑最後價值八千多元 但車主委託人對於超跑最後命運 都不能接受 現在就等訴願結果再提出國賠 超跑車主等了三年多 打了無數官司 最後依然等不到一千五百萬超跑 奔馳的那一天 成了一球廢鐵塊 謝謝